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咱们做的是山东大馒头 用今年新的小麦加工面粉来制作 它的特点是蓬松柔软,麦香浓 只需要一次发酵即可完成 首先咱们用的是今年新的小麦加工的面粉 准备一斤,然后酵母加上4克 如果大家控制不好发酵速度可以减少到3克 然后再加上15克白糖 接着把所有材料搅拌均匀 这一步不搅拌也可以,只是发酵的不太稳定 然后加水和面 加水和面呢,咱们需要加到245克 千万不要加多 因为新面加工之后呢,它的湿度是比较大的 水量一定要控制好 不然很容易和得太软 做出来的馒头形状就不好看 另外咱们制作馒头还需要注意 水量要灵活调整 并不是配方指定多少就是多少 一定要灵活运用 这样咱们做出来的馒头 形状好,发酵速度稳定 做出来效果自然会好一些 再有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不管是用机器和面还是手工和面 一定不能出现窝水的现象 所以和面的时候一定要多揉一会儿 水分尽量给它揉匀 这样咱们后期再操作就比较省事 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这块面咱们已经和成了 和成之后呢,咱们不需要饧面 直接就可以放在案板上揉面 案板上撒干粉的量,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根据面团的软硬度来决定撒多少 而不是随机 所以呢,要想做好馒头 每一步必须做到位才行 就像咱们揉面 把面团揉成这样光滑的程度 就OK 咱们继续揉一下就是整形 搓成粗细均匀的条 咱们就可以来切馒头了 一次成型的馒头 最关键的是这一次揉面 一定要彻底揉到位 所以宁愿多揉一会儿 或者是多压一会儿面 咱们一定要给它压实 揉结实 这样咱们做出来之后呢 才会比较光 切好的馒头直接放入蒸笼 咱们放蒸笼里面呢 记得刷上一点油 防止粘 咱们直接放到蒸锅里面去发酵 蒸锅的水呢 烧到25度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天气呢,很热 如果说呢,温度太高呢 发酵特别快,很难控制 到这一步 咱们前面的操作基本完成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会为您出视频 放入蒸锅 咱们把盖子盖好 然后发酵成这样的状态 切按一下能慢慢起来 这就算发好了 咱们直接用温水开始烧 烧个5分钟 然后再改成大火来烧 这样呢,咱们做馒头 它的稳定性就比较好 不会塌,不会陷 大家可以看 咱们蒸好了 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好了 假如要跟新加工的面粉去相比呢 它的颜色肯定要差一些 没那么白 但是它麦香味特别浓 因为是自家用机器加工 所以这个麦香味呢 特别浓 状态非常的蓬松 喜欢吃山东大馒头的朋友 可以按照咱们这个方法来尝试一下 你一定能够做出满意的馒头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